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繼續這第四個部分的劉弁儀的講解 這次的內容會比較多一點點 我們就一一去做介紹 首先我們先回憶一下之前我們有講到的一個叫做年痰特性的性質 還記得前面其實有提到過 材料它不是只有液體跟固體 它同時有可能具有液體跟固體這兩個狀態 那我們說這樣的一個流體呢 我們就稱之為它有一個材料叫做黏痰性材料 那這樣的黏痰性材料它就同時會具有液體跟固體的一個特性 比如說我們以液體來看的話 就是理想的液體黏性材料就是水跟油 那理想的固體可能是石頭可能是鋼可能是鑽石 它就是非常固體的 那同時具有這兩個特性的材料 比如說像果凍啊或者我們這邊看到的 比如說一些沐浴乳啊 或者是防曬乳 它其實都算是一種黏痰性的材料 那我們透過材料的分類 我們可以把這次我們要講的內容就分次為黏痰性材料 同時具有液體跟固體的這樣一個特性的材料 那這是這本書本次它有介紹的一個比較大家好理解的方法就是 材料就很像是這是一個材料它流變的路線 就是我們材料的路線 那在左半邊呢我們的材料呢就是分之為比較黏性的材料 在右半邊呢就是比較偏固體的材料 那這個後面的話可以當作是 後面會具更深度的介紹就是這樣的圖 到底可以有什麼樣的一個特別的意義 那我們就後面再說 那我們就把剛剛的圖形呢做一個簡單的介紹就是 我們材料有黏性到彈性也就是說比較固體的材料 最黏性的就是比如說水啊 然後再來可能是懸鋪也就是我們說沐浴乳啊 然後cream啊或者是最後我們艾菲的材料 它其實就是一個從很黏性到固體的材料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中間這樣的一個懸鋪或者在我們這個奶油的這個過程 它同時就具有一些流動的狀態就是像這樣液體的狀態 那同時也有一些好像是固體非固體的一個半固體的狀態 那我們就稱之為它叫黏碳性材料 所以中間這兩個我們會說它是一個黏碳性的材料 那黏碳性的材料它會有一些比較常見的一些特殊的機制 就是特殊的現象 第一個就是我們比如說我們在玩膠水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前面這個手指測試的時候就是把我們的膠水塗在我們的手指之間 我們去拉動它 我們拉動它的時候它會有拉絲跟有黏性的一個狀態 會有拉絲就代表說這個東西它是有一定的黏性 那它同時又可以有拉絲的特性 如果今天是把水放在你手上 你怎麼拉它都不會有拉絲的狀況 所以黏碳性材料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是它會有一個拉絲的狀況 那這樣的話可以用在一些比如說我們今天材料在可能 比如說像是太飛糖好了 我們今天在做太飛糖的時候它不是要去攪拌它嗎 在半運的過程中我們就是要去拉它 在拉的這個過程中其實就是在講的是這個太飛糖它是一種黏彈性的材料 所以它會有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這樣的現象 那再來呢另外一個現象叫做爬幹效應 那有些人說這個叫做微生堡效應 簡單來說就是當我們的材料 比如說這是我們的水 這是我們的可能一種膠體 當我們的這個攪拌棒在下面做旋轉的時候 我們這個流體它會往上去爬在攀附在這個壁上面 就是這根幹子上面 那原本一般來說它的 它應該是不會爬上來的 我們就只是攪拌它它怎麼會爬上來 那爬上去就是在我們在這個攪拌棒旋轉的時候 這是我們的流體材料 因為它裡面的結構重新重新去組合 它是比較像是聚合物的材料 它就會開始往上去攀爬 那我們可以看下面這張圖就可以看到 如果一般來說牛的流體它就是向下 它就是攪拌我們就像它們會變個像水龍捲的概念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個像是黏彈性的材料 它是有可能會往上去攀爬的 它會爬上來它可以看到 那一般來說在視頻裡面有一些可以看到是麵團 我們在麵團裡面在攪拌的過程中 如果你今天是給機器然後它在單向旋轉 旋轉很快的時候 它就有可能會有這樣一個爬乾的效應產生 所以呢 我們有時候在做這樣的一個材料的時候 我們比較要去注意的是我們的攪拌速度不能太快 不然它整體上會往上去爬 所以這是要比較要小心的 那再來呢是我們材料在擠出來的過程中 它可能會有一個擠出膨脹的現象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這兩張圖好像擠的是懸破 所以就是我們洗髮精 這間擠的是洗髮精 那可以看到就是這洗髮精 一般來說你在擠的時候 它的狀況一直這樣 可是如果今天的材料是有添加一些新的材料的時候 它會整個會有膨脹的現象 明顯 右邊這個有明顯很大的膨脹 那主要的話從分子結構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的材料它原本是分成在這個下面 那因為我們給它一個擠壓的時候 它裡面的結構被擠壓住 那結構沒有辦法說在這個這麼大的壓力下 它如果一旦壓力釋放它就會直接再噴回來 一定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稱之為叫死膨脹 或者叫做一個擠出膨脹的現象 那再來的話還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材料它擠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因為我們擠出的速度不一樣 它表面會有一些軍裂的現象 比如說它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材料如果擠出來的壓力或者是力量 就是沒有到很大的時候 它其實可以拉出一個絲線的狀況 可是如果擠出力很大的時候 它裡面可能會有氣泡 或者是有一些 你可以看到 因為它擠出的壓力很大 所以變成說它這個材料會有 沒有辦法擠得很直線 然後還有空氣 會有斷裂的現象發生 那另外一個就是 比較常見的塑膠材料 視頻裡面比較少會看到這樣的一個 因為它這主要是在鑄膜的現象 也就是說我們塑膠做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吹膜 我們在吹我們的膜的時候 它是 這邊會有一個頭 把我們的塑膠從 配屏然後直接吹大 吹大的過程中 如果我今天吹的速度過快 然後呢 它的溫度又太低 那就會看到這樣的一個橘皮的現象 也就是說 它這邊沒有吹的很均勻 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今天做的是一個 塑膠的薄膜 或者是我們說的 有時候我們遊戲卡套的那個 表面的薄膜 那這樣的一個薄膜 如果在高溫在吹出來的時候 可能那個溫度高溫還不是很高 它就只是比較高的溫度 那它擠出來的時候呢 它因為它沒有辦法 很好去固定在那個膜上面的時候 那你會擠出很快的時候 它就會有像這樣的一個橘皮的現象 那橘皮的現象 如果今天你把它放到你的間 你要裝相片好 你相片放進去的時候 它可能就看不清楚 原本的相片裡面 它的照片到底長什麼樣子 會變成有這樣一個狀況發生 那這就是一個黏彈性材料 它有可能在不同環境下 不同條件下 會有一個情況的發生 那我們把它整體上做個結論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這些黏彈性的材料 如果你今天在太高的一個 攪拌的速率下面 或者是在比較低的溫度下面 它有可能會發生 以下的幾個狀況 也就是剛剛說的嘛 爬幹效應 其實爬幹效應 在你今天在很快的一個樣子擠出的狀況下 它的膨脹的狀態會很大 然後它整個整體的這個材料 它的鍛鍊性質也很快 所以這個的話我記得在3D練印機裡面 有時候會有可能會看到 就是當我今天擠得過快的時候 你猜到它其實並不是越擠越快越好 它反而會在擠出來的過程中 因為它所受到壓抑過大 它可能會有這樣 其實沒有辦法很好的 拉成一條直線的狀況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目前 常見的黏彈性材料 它會看到的一些現象 那這邊的話要先幫大家 再做一下整理 就是後面的話會講到一些 比較複雜的內容 所以先幫大家回憶一下 前面有講到的一些模型 這個叫做平板模型 平板模型就是上下有兩塊板子 那中間是放我們的流體 當我們的板子往右移的時候 我們的流體會跟著我們的這個板子向右移 那上面這個A呢 就是我們的接觸面積 F是我們私語的力 H代表的是我們板間的高度 H代表是原本的位置原本是這樣 原本是一個柱狀體 正方體 它跟我們向右移 所以S是向右位移 那它這邊所夾出來的角度 因為它們的向位 不是向位角 它夾出來的夾角 那 剪切硬力其實基本上 因為前面的章節一直有提到 剪切硬力簡單來說就是 在我這個接觸面積上 私語的水平的側向力 那它的單位就是我的F 去除以我的A 也就是我所私語的力 去除以我整體受力的面積 我就可以知道我的剪硬力是多少 那再來是我們的 剪硬型 就是叫做剪硬點 也就是說我們在 它向位移就是這邊嗎 我可以看到這個 平板向右移的距離 就是向右移的距離 去除以我整個板間的高度 那可以知道我們整體 流體形變的狀況是如何 比如說 好我們今天假設 H是固定的 這個高度是固定的 我的H向 S向右移的越多 那這個 我這個硬變 這是硬變喔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減切速率 減切速率上面有一點 這個是我們的 減硬變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的減硬變 今天我S越大的時候 我的減硬變就越大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要讓我們 材料有比較大的 變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方式 來看到 就是這個叫 γ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材料有比較大的 一個硬變的狀況發生 那好 所以我們已經講了嘛 兩個重要的 第一個是什麼 減切硬力 第二個叫什麼 減硬變 減切硬力去除以我的減硬變 它就會有個東西叫做 負數磨量 這個時候還叫做負數磨量 還不是儲存跟耗損 這叫做負數磨量 或者我們有些人叫做 所謂的動態磨量 簡單來說 它這個大家看起來 好像很複雜 沒有辦法理解 其實它就是我們國中學 虎克定律裡面講的一個內容 虎克定律 我們就可以 直接從這裡看到 這個機器 是我們的一個 負數磨量 就相當於我們彈 這個彈簧 我們虎克定律講的是 有個 暗定我們提的是 彈簧 那彈簧它不是有一個 彈性系數 其實我們的材料 它表示的方式 我們就是用儲存磨量 這是我們材料它的彈性系數 這是我們私語的力 是它的形變 所以我們以前的公式不是 我們私語的力 就等於 我們的儲存的這個磨量 或者是我們說的彈性系數 去乘以它的形變量 那是不是就是我們材料 它本身的 它的那個彈性系數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裡 去回推我們 我們材料它的 它的整體的彈性的狀況是如何 它是一個磨量 它就是一個彈性系數 那這邊的話就是有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些例子 比如說我們就一看嘛 這邊的話 你看到金屬它的磨量就很大 就是它的 整體的磨量很大 就是它彈性很好 它彈性相當的強力 所以它的這個儲存的 不儲存的磨量 這個複數磨量 或者說動態磨量就很大 那如果今天是以 比如說我們說的膠體啊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它的磨量差到極小 其實就是 就可以上去 把我們的材料做一個分類 就是它的這個磨量的狀況 磨量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嘛 我這個私語一定的力 然後它的這個應變的狀況 它之間的比值 所以如果今天啊 我這個形 應變量 就是我可以應變量 很大的時候呢 我這個複數磨量就小 也就是說 我這個材料只要私語 假設力量都是1 這個變化就很大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磨量很小 可是如果今天私 我應變了 這個私的力很大 然後它這個數值更大 然後它這邊 這個數值很小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複數磨量很小 就是我私語很大的力量 我上面私語很大的力量 我上面私語很大的力量 它的形變很小 那就可以知道 我這個材料 它本身可以 就是它的彈性係數 就是比較強 就是它可以拉比較多的力 那我們這邊就 以私語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大家好像想說 起司有時候 它的質地的質感好像不太一樣 對 那這邊的話就是五種起司 五種起司相當於是 就是這邊啊 Cream Cheese到這個 非常非常硬的這種 加硬的起司 那它就放這個 五隻小老鼠在這上面站著 那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會看到 Cream Cheese的高度很明顯 比原本還要矮 然後中間的話是次之 然後這沒什麼變化 這裡看起來沒有 然後這個老鼠的高度 是完全沒有變化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 我們說的 複數模量的一個展現 它可以去說明的是 我們的材料在 適於一定的力嘛 對啊 老鼠的重量都一樣 適於一定的力的時候 它的整體形變的狀況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起司它整體 彈性的狀況是多好 所以很明顯這個的彈性 就最好嘛 最好最右邊這一個 所謂的加硬的這個起司 它看起來 硬度就是特別好 就是它整體 彈性狀況很好 那可以看到Cream Cheese 其實它的整體 彈性狀況就沒有那麼強 對 那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了 我們的這個複數模量 是由我們的這個減應力 去除以我們的這個應變 那從這個條件下 我們其實可以去知道 我們的EOPoint 也就是屈服應力 怎麼去測定 上一集我們有提到說 我們屈服應力可以套公式嘛 我們用線性回規去 擬合前面那個方程式 或者是我們取Log值 然後去看說 我們的屈服應力是多少 那第三種方式 我們也可以使用的 就是這樣一個 魔術的方式去測定我們的 這個屈服應力的點 好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橫坐標呢 是我們的所謂的減切應力 然後上面呢 這個是我們的減應變 那這邊 所做出來的筆值呢 就是我們說的磨量 也就是我們這個整體的磨量 那我們可以看到 哎磨量在這邊 原本一開始它的斜率是沒有什麼變化 對 它筆值出來以後 它的磨量是沒有什麼變化 就斜率沒有變化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某一個點的時候呢 它突然 就往上移了 那我們這邊評估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呢 簡單來說就是 在 這個我們斜率變化前的第一個點 我們就稱之為這個點 叫做屈服應力 就是說屈服應力 就是我們之前講到嘛 我們的材料 從 這個比較固體的狀態呢 偏到一個可以流動狀態前的那個 最小的力是多少 那我們就說 哎那個點叫屈服應力 那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看起來 這邊的這個點 我們就稱之為叫屈服應力 那後面這個呢 有些人會說這叫屈服應力 但一般來說 這應該叫做 我們說的流動 流動的 流動點叫 flow point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這邊評估的方式兩種 第一種啊 就是我們說的線性連彈範圍裡面 線性連彈範圍在這裡 連彈範圍在這裡 然後呢 這邊是我們的粘性範圍 這是 這是固體的線性彈性範圍 這是粘性範圍 那可以看到 一般來說啊 我們的接受值 就是在正負圍裡面 因為它有點 有可能再多一點點 它才 斜率才變 所以我們會說它的正負圍 會有一個誤差在這裡面 那另外一種就是 我們用的是 tangent 就是直接 上面這個斜率跟下面這個斜率 所交會出來的這個點 我們說它會是 所謂的 yield point 那有些人說這個叫 flow point 就是 它是流動的點 這兩個會有一點點的差別 那後面會跟大家做說明 那我們直接可以看到就是 其實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這個材料呢 它總共會有兩個區域 第一個呢 是在它一開始 我們材料在給它施餘力的時候 它還是比較彈性的狀態嘛 就比如說擠牙膏 你施一點點的力 就很腥微的 牙膏是不會流出來的 所以就是像 相當於這裡 我們要施餘力的力 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的牙膏才會從 固體的狀態可以偏到一個 比較流動的狀態 那所以我們知道說這個 這個轉點的轉折的這個點 它才是我們的屈幅應力的點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方式 來評估說我們這個材料 它的屈幅應力在哪裡 那這邊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去評估我們這材料 它的屈幅應力 那可以很明顯就是直接看到 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們的橫座標是我們的減應力 我們的重座標呢 是我們的減應變 那可以看到 我們這材料在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看到 1號或2號都一樣 在經過一定程度的 這個斜率基本上差不多 然後在一定程度突然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找 這材料它的屈幅應力是多少 那這就是一個簡單用 我們減應力跟屈幅應力的一個方式 減應力跟我們減應變的這個方式 來評估我們材料 它屈幅應力的位置是如何 那OK 前面之前有提到就是 我們看起來一個是一直旋轉嘛 旋轉的方式去測定 我們材料的黏度啊 流動狀況啊 還有我們去測一些比如說 時間相關的 的觸邊性啊 然後溫度對於它的整個觸邊性 那我們也發現說時間對於材料 它的那個觸邊性呢 不能使用在材料突然變成固體的一個狀態 因為它會 它沒有辦法去測定到它整體的黏度 那 震盪測試 震盪測試呢 就是 往復式的小幅度的旋轉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它就是一個小幅度的這樣一個移動 這樣小幅度的這樣的一個移動 它反而可以去測定 我們材料它整體的 呃 從圖片裡面看 它是一個前後來回的方式 所以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0到360度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這邊啊 原本的狀態是 沒有移動它的時候是這樣 當我們從0到90 也就是向前移動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板子 這個平板理論的板子就會向前移 然後再從90到180 90到180的時候 我們的材料再往後移 再從180到270 我們這上面板子再往後啦 就是它是一個往前 往前然後再往後 然後再往前再往後 它就類似一個前後這樣搖動的狀況 那去測定 材料的整體的電談特性 所以你看它就從180到270 回去以後再回到中間 那 呃 這就是整個震盪測試它的 測試的方式 它就是這樣 這個板子就這樣一直前後搖 前後搖 就這樣一直前後搖 前後搖 所以 我們把那個0到360 把它拉成一條 那個 我們剛剛看到的波峰的這樣的一個圖 這個前後震盪呢 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點現在的位置 它的0 90 然後它它這樣一直前後震盪 去看它整體的 應變吧 它的應變是 欸 0的時候它的應變是沒有 90的時候是往前應變 所以它是正的 然後呢 180它又回到原本中間的位置 270它又往後變成負的 所以它的應變又會變成負的 然後就這樣一直來回的 往復式的這樣一個 一直震盪震盪震盪 然後 來測定我們材料的捏彈性 那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那張圖把它拉成橫的 那就是我們這裡材料的捏彈特性 它會有一個波峰 第二個波峰 那我們主要評估的方式就是去看 我們給它應變的話 我們繼續去看它的整體的 應變的反應是多少 那或者是我們給它應變 我們去看它整體應變的狀況是如何 就可以知道這個材料的特性比較偏 比較偏流體還是比較偏固體 那比如說我們這邊就先以 我們可以看到固體材料來看 我們固體材料我們給它施餘的是上面這個 我們給它施餘的是應變 我們應變是 上來90度我們已經位移到這裡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固體材料馬上就移到這裡了 然後我們再下來固體材料是跟著 就比如說我這個板子往右移 它馬上就知道往右移 然後這往左移它會馬上往左移 它不會有慢慢移動過去的狀況 它就是就很像我們推一個石頭 一推它就馬上過去 那一拉它就馬上過來 如果我們是推水 然後推的時候它會有一個震盪 你看水還要移動是不是 所以有些人說固體材料它傳遞的速率比較慢 然後流體材料傳遞速度比較 固體材料傳遞率比較快 流體材料比較慢 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因為它這樣的一個材料的特性 我們今天給室宇的伊甸的力的時候 它會馬上做出反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紅色的線是我們室宇的這個硬變 我們可以看到硬變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那可以看到它的硬力 基本上反應也是差不多的 我給它新編多少 它馬上就給我反應力是多少 我給它馬上收回力 它馬上力量也會返回去收回 所以這樣的一個反應 就是跟我的波峰一模一樣的狀況 我們就說這樣的材料是一個 理想的彈性材料 比如說以石頭啊 或者黃金啊 它可能就是有一個這樣的狀況 我們的材料會完全符合在這個 幾乎是符合在這上面 我們就說這樣的材料是符合 所謂彈性材料的一個特性 那再來呢這個是 黏性材料 理想黏性的材料 它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現象 今天這個是我們的硬變 這我們的硬變沒有變 但是呢我們這個整體材 因為它是一體 我們可能推到這裡的時候 下面這個流體要慢慢的才移動到這個狀態 它要一點時間 那這樣的時間達到這個時間呢 它所需要花的這個可能反應得到的位置 比如說我已經移動到中間了 它要過一陣子才等到到了中間 那這就有個時間差 那這個時間差 我們通常都是以相位移的方式 就是相位夾角的方式來看 也就是說我今天從0、90、180 那我們這邊就隨便取兩個波峰嘛 這個我們給它這個90的波峰 就在這裡 它已經移動到這裡的最大的波峰 跟我們這個反應出來的波峰 它這邊差的這個角度啊 就是60度 那從這邊差的60度角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材料看起來是比較偏黏彈的特性 那黏彈特性的材料就會有這樣 它會有相位移的結果 那好 這個是黏彈特性 所以如果今天是 單純就是水 單純就是水的話 它其實它的結果 就會是直接是慢 直接輸它90 它直接 它會跟它夾90度角 也就是說 第一個波峰我們已經出現在90的時候 它的波峰會在180的時候出現 那就是我們流體材料 那固體材料 那固體材料是波峰在90的 90度的時候 我的波峰會馬上出現在90度 黏彈性材料的話 它就會剛好是借在90到180之間 就是 加90度的範圍內 流體材料會在下一個90度的時候出現 那這邊的話就是把剛剛的 那個流變的那個地圖把它拿出來看 剛剛說了嘛 左半邊這個材料呢 它是屬於一個黏性的材料 那它就是在左半邊地圖的左半邊 然後呢 右半邊的是它固體的材料 它其實就是一個地圖嘛 所以呢 當我今天啊 黏彈性的材料 它的範圍是在50 就是它的這個 夾的角度是在 45到90的時候 45到90的時候 它就像一個戰牌 那個號碼嘛 我們的號碼 從1號 2號 3號 4號 5號 然後一路到94號 所以 剛剛說的 假設那個東西 假設是60度角 那它就是比較偏一體的材料 就是我們家的門牌號碼 它的門牌號碼會這樣 那它其實就是相位移的一個狀況 相位移的狀況 隨著我固體材料到流體材料 它的相位移的狀況會越來越明顯 所以 我們可以走這張圖就可以看到 所以 我們一般呢 相位移只會到0到90度 為什麼是0到90度 我今天如果從 這裡0度到90度的時候 它已經移到這裡了 如果你再拉回來 都已經到180 我們材料才做反應的時候 那基本上 我們已經不知道到底是 往前推的正向力 還是往回拉的這個 後來的 負向力對它來說 它對材料的影響 所以 基本上材料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 相位移都會在90度以內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 如果假設是0到90度 45到90度的時候 代表說這材料比較偏流體的狀態 如果是 0到45度的這樣一個 相位移的夾角的話 這以45為分界點 45到90 它的材料是 相位移的狀態是比較偏 我們所謂流體的狀態 如果是 以0到45的話 它是偏偏固體的狀態 那這邊的話 就把之前前面這個 材料我們可以知道 最左邊是我們理想流體 這邊右邊是理想的固體 那理想流體呢 它的相位移的夾角就是90度 那以固體來看的話 它的相位移的夾角就是0度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是我們流體 這是一般理想流體 而就是水的時候 我們相位移 我這邊已經90度的波峰已經出現了 它要等到下一個相位移的180度 它才會出現 就是說我這邊往前推 這個水它反應很慢 所以它反應就 然後才移動到 所以它從直的要移到這個斜的狀況 它需要等到都快要拉回來的時候 它才向右移 所以它就是很明顯可以看到 它會有一個相位移是90的狀態 那我們就說這個東西為理想流體 那我們把它如果整個圖放進來 比較可以看到 這是這個圖很明顯 就是理想固體 我給它施宇一個 像要移的狀態的時候 它會馬上可以給你做出一個反應 那這就是固體材料 也就是理想固體 那如果今天呢 我們今天是施宇一樣喔 施宇已經往右 90就是往前推到這個前面 推到前面的時候 它其實還沒反應過來 水會慢慢的移動到這裡 然後等到我們90 又往回拉到180的時候 這個狀態都是很慢的 它慢慢的再移回180 再慢慢往回拉回180 然後這個時候 水才會發現 它這個90才剛好反應過來 又馬上下去 所以它這邊的相位移 兩個波峰的夾角 就是時間距離差是90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說這樣一個材料 就是因為這是我們徹底的水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理想的這樣一個流體 或是理想的黏度的材料呢 它會相位移是90 那上面這個基本上 兩個波峰基本上都在90 所以它沒有差別 那就是0 那這邊的話 就是把剛剛的圖 我們剛剛做一個整理 就是0到45度 這邊0到45度的話 就是我們材料 它的這個相位移的狀況 從0到90 那如果中間在45的話 它就是 裝置具有固體跟半 這個流體的 剛好在介於中間值的一個特性 那一般來說 大家也會說 0到45度的材料呢 它是屬於一個比較 焦體狀態的材料 比如說我們看到 輪胎 果凍 或者是這個起司 它是屬於一種比較焦體的狀態 那它就會跟門牌號碼一樣 它就是0到90 然後固體到流體 然後看它的相位移的夾角 就可以知道了 那我們測定這個 oscillation 我們測定的方式啊 剛剛說的嘛 給它的是一個硬變 然後跟 硬力這兩個方式去測定 我們知道了 硬變跟硬力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相位移的狀況是如何 比如說我今天要測定 我給它是硬變 那我們就測定它的硬力 跟它的相位移 我就可以知道說 這材料的 整體的狀態是比較偏 剛剛說的 相位移是 次數以上 還是次數以下 我們就可以大概去分類說 這材料比較偏固體 還是偏流體的一個特性 那這邊的話 再回到剛剛講到 儲存磨量 因為儲存磨量 其實跟剛剛的那個 我們說的相位移是 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相位移是 我們會 兩個變因嘛 第一個是我們說的硬力嘛 第二個叫硬變嘛 那我們儲存磨量 是什麼來的 它是從我們的硬力 去除以我們的硬變嘛 是不是 去除我們的硬變 那這樣的話 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磨量 那我們這磨量 我們直接看後面 它到底可以做一個 怎麼樣的測定好了 磨量的話 這 剛剛前面有提到 如果你的磨量越強 你這個磨量越強的時候 你這個身體的彈性就越好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 輪胎它的磨量就很強 它比一般 Cream Cheese的磨量還要來的強 就是那個彈性系數 就是如果大家想 沒辦法理解的話 其實就是那個彈簧 它彈性的系數越強 代表這個彈簧不好拉 如果彈性系數很小 就彈簧很好拉 這邊的話就是兩個果凍的 這個他們的比較 那二號果醬 二號果醬跟一號果醬 差在一號果醬 多了兩倍的澱粉 那這樣的話 整體它的材料 就會比較重一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 結果這個磨量上面 就是這個彈性系數上面 看的確喔 P1這個材料添加澱粉之後 它的整體的磨量 是比P2還要來的更大的 所以我們可以從磨量來評估 這個材料它整體的 緊實狀況是如何 那磨量的話 因為它看起來 大家好像就是彈性系數 那我們就把它可以再 細分成兩個部分 簡單來說 我們的磨量在這裡 它剛剛前面不是有講到 它是有個相位移的相位角 那我們可以把它夾角 在這裡X跟Y 那這邊夾角出來就是我們的磨量 那我們想要去區分說 材料它的磨量大還是小的時候 其實可以 從另外一件事情去看 這整體材料到底是比較偏 可能這個東西磨量很大 可是它耗損也很大 就是可能這彈簧一拉還好 然後一拉 後來再施力它就斷掉 有可能這種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其實可以從 儲存跟耗損磨量去看 整體材料的特性是如何 就比較偏 這個你看我們可以磨量是100 那另外的是講是200 其實沒辦法去看說 所以它比較偏彈性 還是比較偏不是很彈性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把這個磨量 它其實也叫做負磨量 它可以從這個方式再拆分成兩個東西 第一個叫儲存 第二個叫耗損 就是說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固體材料它的相位移的相位角比較小 那相位角比較小的話 那這個是不是G'儲存磨量就會比較大 那如果這個相位移的角比較 夾角比較大 那這個儲存磨量不變 它的相位比較 這個耗損磨量就會很大 那等一下後面會講一下 儲存跟耗損磨量是什麼 但我們可以看到 相位移的角度其實可以間接的去反映說 儲存跟耗損磨量這兩個值 就G'跟G'這兩個值 它的一個結果上的反映出來 那先講一下儲存跟耗損磨量怎麼來了 儲存跟耗損磨量 還記得嗎 磨量是什麼 我們減些硬變 有沒有硬力去處理我們的硬變 那可以看到 這個G'在這裡 那這邊會用到一點點三角函數 但也不是很難的 就是簡單來說 我們這個G'怎麼來了 G'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我們的 負磨量 我們的負磨量cos cos嘛 所以我們cos出來 cos出來就是直接 這個數值乘以cos cos的話就是這邊G'的位置 那G'就是sin嘛 sin在這裡 它會在這裡 剛好所以我們就可以用 sin跟cos這樣一個方式 去把我們的負數磨量再拆解出來 那如果再簡單一點就是 其實就是 就是那個 三角形的那個 變長的公式嘛 兩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 所以就可以其實可以馬上可以反映出來說 這個儲存磨量跟耗損磨量 它最後加出來它整體的 磨量是多少 可以用這樣一個方式去判定 那 OK 儲存磨量 這邊的話可以來講一下好了 就假設我們今天有一個材料 它 我們就從高空把它丟下來 然後它丟下來之後 有些材料 比如說我們說彈力球 彈力球從上面丟下來 它可以馬上再彈到一個很高的高度 但如果你今天拿的是 比如說保麗球 保麗龍 因為保麗龍球你從上面丟下來 它彈到地上 一樣的高度 它沒有辦法彈得很高 這樣會有個差異在上面 那其實就可以用儲存 跟耗損磨量的方式來解釋 儲存磨量講的就是 比如說我們今天講 這個材料裡面的分子之間 我給它適以一定的力的時候 也就是說它彈到地上的時候 它這個它就失裂了嘛 失裂的時候呢 它儲存起來 然後在瞬間這個 這個我們說的施壓外力放開的時候 它馬上可以反映出來 然後它可以彈回來的高度 所以呢這個看起來 儲存磨量就是一個彈回來的強度 所以如果今天它彈到地上 這裡所有的位能 全部如果儲存到球上面的話 它這個 這個所謂的儲存磨量G' 這邊的話有些圖會用E' 但我們流體來說 我們都用G'來說 G'的話它G'值就會越高 我從上面丟下來 它吸收地上所有能量 它可以儲存起來 所以它彈到的高度 又可以再彈回來 一樣的高度 那就是它的儲存磨量 所以如果我剛剛說保麗龍球 從上面彈下來 它保麗龍球大概只彈一點點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它的儲存磨量很差 儲存磨量就是我們私家外力的時候 材料可以把所私家的力儲存起來 然後等到我外力釋放的時候 它可以馬上把這個力再放出來 那這就是為了儲存磨量 那耗損磨量是什麼 剛剛比如說 如果彈力球這樣彈下去再彈上 只有這樣的高度 那代表說有一些地方 它看起來沒有儲存到 正常來說如果全部儲存 它就會全部彈上來 那就回到原本的高度 但是很明顯 它不會彈到原本的高度 那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有高度的這樣一個差別 能量就是耗損磨量 那耗損磨量 就是當我材料裡面分子之間 儲存的能量過多的開始互相去碰撞 摩擦的時候 它所耗損的那個力 它會把它以熱的方式再散發出去 那這樣的材料 我們就稱之為它材料這個G double prong 這個特性 叫做耗損磨量 就是我們今天 比如說我們今天果凍好了 它拿起來的那個瞬間 就是我們把果具 就是果具 我們把我們的果凍 裝在一個果凍杯裡面以後 我們把它倒扣在桌子上 把這個杯子一拿起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它的高度會有一個形變的狀況發生 但它還是可以維持一個 果凍的彈性的狀態 那就是它儲存磨量 它可以儲存的高度的力量 那它高度變來的這個部分 就是它的耗損磨量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把它水 裝在一個果凍的杯裡面 你把它倒扣 你明顯它高度幾乎是沒有 它基本上是直接 直接散開的 那其實它就是耗損磨量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它裡面分子之間 會互相碰撞以後 它就直接往外去擴散跟流動 那所以G double prong 跟G prong 其實我們可以從材料裡面的分子之間去看 通常這樣六蜂巢形狀 就是它排列很穩定的 它的儲存磨量會比耗損磨量來的大 就是代表說什麼 它整體上我們試以捏的力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這個果凍 它儲存磨量很好 就是果凍它裡面內部結構長這樣 我們一壓這果凍再放開 這果凍肯定可以回到原本的這個狀態 那如果今天它裡面是 像我們來說結構比較不是那麼穩定的時候 我們一壓它可能就碎掉了 所以它碎掉的時候 它耗損磨量就會很大 它這個G double prong就會很大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樣的方式去 分配一下材料的特性 那這邊就一個簡單的例子 紅色球跟黃色球 同時從一樣的高度丟下來 看起來 紅色的球它整個結構是沒有破壞掉 反正黃色球的結構破壞很大 就是從上面這樣丟下來 那其實結構可以很完整去維持 它其實就是儲存的磨量 它叫G prong 然後G prong大於G double prong 那如果是這樣黃色的材料 它已經有破壞的狀況 它整個已經塌陷的狀況 其實就是G double prong 它大於G prong的特性 所以我們可以從G prong 跟G double prong的一個特性 去知道說我們材料比較偏 固體還是比較偏液體的狀態 它其實直接探討是材料它本身的狀態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只是講前面的附磨量 其實沒有辦法直接看說 F磨量大還是小 它到底是比較偏 所以它會流動還是不會流動 我們可以從這個方式 就可以去知道說 它到底是比較偏彈性的材料 還是比較偏流動的材料 OK 那我們為了 就是有時候G prong跟G double prong 大還是小 你其實可以用另外的方式 就是直接看它們的筆值 對不對 我們剛剛說了嘛 如果G prong跟G double prong 我們直接做它的筆值 那這個直接大家常常在結果上 會看到就是 就是在一般流變圖的時候 我們看到 G prong跟G double prong 它同時會放一個東西 叫tangent 其實tangent呢 就是剛剛前面講的夾角 是吧 我們這個嘛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sine 這個是cos 所以呢 sine除cos 那是不是就是tangent 其實就是一樣的概念 是 我們這個sine去除我們的cos 那是不是就是我們的tangent 所以就是去用tangent值 大家說tangent tangent tangent 其實就是它的主寧音指揮 叫damping factor 這主寧音指揮 它叫做 振耗損減減減減減 振耗損值 然後呢 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是一個你想的粘性的材料 它的相位基本上就是0嘛 就是偏固體嘛 90度就是你想的粘性材料嘛 0跟90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tangent的它的tangent值 很明顯啊 g double-prong 因為它這個基本上 它基本上會趨近於一個0的狀態 就是我們這個tangent值會趨近於0 所以 我們可以從tangent看 tangent值趨近於0 那這材料就比較偏固體 那如果今天是理想的流體材料 那流行流體材料我們還記得嘛 相位移是90嘛 它就是它反應的時間要到 就是夾到90度的時候 它的兩個波峰會差到90度 那一樣去看它的tangent值 g double-prong去趨於g-prong 那這個值會趨近於無限大 就是它的tangent值會趨近於無限大 那這個無限大 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0到無限大 所以 這個流體材料它通常值會比較大 那如果今天g-prong跟g double-prong的狀況 就是夾45度角 就是它剛好tangent值會變成等於1嘛 size45度跟quotin45度的時候 它剛好基本上會等於1 所以呢 我們把那個剛剛前面的值也裝進來 如果今天材料它的相位移 這邊可以看到 相位移的 其實90的時候我們會說 因為它的材料比較偏 理想的 連性材料 那如果相位移是0的時候 也就是我移動到這裡 它就馬上移動到這裡 那相位移是0嘛 所以它就是一個偏彈性的材料 那如果在0到45之間 就是剛好我們的g-prong跟g double-prong會一樣嘛 那g-prong跟g double-prong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說 它的tangent值為1 這邊tangent值為0 這邊tangent值為無限大 所以0到無限大 那剛剛這邊就是1 所以 我們其實就可以直接從tangent值 比如說 這個材料它的tangent值是 假設 3好了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比較偏流體的材料 那如果它這個tangent值是0.2 那0.2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 因為材料比較偏固體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很直接很直觀 就看到 這個東西你說它的tangent值 它接近於0嗎 趨近於0 那這個東西應該是比較偏固體 然後這個材料如果今天tangent值 很大很大很大開始是10 我們就可以馬上 可以很快的去判定說 這材料的特性是偏固體還是偏液體 就是如果單純材料自己本身的時候 因為剛剛前面做磨量的話 是跟別人比 我的磨量200 那個磨量100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磨量看起來 它這個彈性係數是比較強的 但是我並不可能知道說 材料它到底是流動還是不會流動 對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從磨量這個角度去探討 就可以直接知道單純它材料 它是比較偏 看看單純材料 它到底是儲存磨量大 還是耗存磨量大 就可以從這邊的方式去看 它到底維持的狀態會長什麼樣子 對 那簡單來說 這就是一個儲存跟耗存磨量 它的一個關係的管理式 這樣上面可以看到我們的tangent值 通常這邊就是大於1的時候 我們就算它是偏流體 tangent值小於1的時候 我們就稱之為固體 所以我們通常以tangent值為1 做一個中間的分髓 你就可以看它向為1 那這邊的話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那這邊就是五種流 五種流體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很明顯這個很好的去流動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它的耗存磨量大於我的儲存磨量 tangent值一定大於1 你看它很明顯的流出來 那這個的話呢 它流動的狀況沒有它這個好 所以它沒有圓大於它就是大於它 但tangent值還是大於1 那這樣一個看起來是流動又又不是很流動的 我們就剛好發現說這樣的一個材料它的特性 就比較是tangent值接近1 就儲存磨量跟耗存磨量差不多 時不時會低一下 時不時會低一下 那這邊可以看到完全不會有流動的狀況 我們就知道說 欸儲存磨量會大於我們的耗損磨量 那tangent值就會小於1 那如果在更後面 它連流動的出來的出口都沒有的話 那就可以知道儲存磨量非常的強 它基本上可以維持整個材料的穩定的結構 那它的耗損磨量基本上也沒什麼耗損 所以它不會有流動的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儲存磨量它的材料的狀態 會比較偏這樣一個固體的特性 而耗損磨量它會去主導整個材料 它流動的狀況 所以可以知道 可以從tangent值 tangent值大於1跟小於1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材料 特性偏的比較偏流體還是偏液體 我們也可以看儲存磨量跟耗損磨量 直接看它兩個數值 直接去做比較 也可以得到一樣的結果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本次有講解到的一些內容 比如說爬竿效應 擠出膨脹的狀況 或者是我們說的剪切 剪切後它會有一個 剪切後會有一個所謂的 溶化狀況 平板模型 然後剪切硬力 都會剪硬變 這剪硬變 然後磨量 所謂的黏彈性的定律 然後我們說線性黏彈範圍 或是線性的黏彈範圍 然後震盪測試 向位移 線性黏彈範圍 我下一集會再講得更清楚一點 那再來是向位移 然後整體的 剪切膨量 然後儲存膨量 耗損膨量 儲存嘛 耗損膨量 然後還有它的tangent值 或是我們說damping factor 那以上就是這邊這一集的內容 謝謝大家